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兰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现在伊朗呢打了以色列 那么俄罗斯在乌克兰呢 也是大杀四方 那么总个这个局的 东方阵营的 所谓的民主威权 威权阵营的 这个总斗主中国 成为了这个美国和以色列 初期的这个对象 当然他们既担心 朝鲜成为下个伊朗 一言不合 直接就空袭韩国 而不停的提前 来跟中国来打招呼 昨天呢 中国防长董军的 首次跟美防长奥斯汀 进行了视讯电话会议 就是整个看到图像的 大家就这样开会 美国呢 联合国代表 那黑妈妈 黑妈妈呢 又到这个朝韩边界 把门店去了 然后这个布林肯 马上要来中国了 然后这个耶伦呢 也说要求中国配合美国 一起制裁伊朗 打击伊朗的石油 这那的 那么现在呢 今天呢 就是这两天 又连续几个动作 还有包括马英九 来中国 他争持的目的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这几个事情 他都是串联起来的 第一个我们先要讲 4月15日 以色列国会议员 组团串访台湾 访问团主席杜伯斯基 与蔡英文会谈时 称台湾为国家 以色列一边到处哭诉 以色列主权 一边多次调整中国的主权 台湾报道 以色列议员 感谢台相挺 台湾与所谓自由世界 应准备好 为自由而战 那么其实这些年 就是说 以色列支持台独 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 第一个 二三年八月 以色列议会代表团 传往台湾 团长勒海夫 何浙诺 以国家称呼中国台湾 二三年十月 以色列官方 社外机构文章称 谈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 参与为台总统 二三年十月十八日 以色列一边搞屠杀 一边再次签署 反华声明 造谣新疆污蔑中国 二四年四月十五日 以色列国会议员 串访团主席杜伯斯基 与参与文会谈室 称台湾为国家 那么 也就是说 以色列呢 现在在对中国犯件 其实他的犯件呢 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而不是说 今天就开始 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16年 这个关系 大家就已经恶化了 但是2016年 是个分水岭 中美的新冷战 中美关系的恶化 是从2016年 川普上台以后开始的 2016年 也是中国调整 对台和平统一政策 进入武统统一的 这么一个政策的 一个重大的 一个转变的这一年 也是2016年 2016年 老明也说了 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 对这个核酸进行了 这个专利申请 也是为后面的细菌战 做了一个铺垫 所以说以色列 他非常憎恨 憎恨中国 尤其是现在这些油彩人 对中国 非常的不满 而且呢 跟调诡的地方 是跟当年这个 昂游混合体在中国 已经属于半职民 统治中国了 但是之后没想到 他们开始大衰退了 达到了巅峰 也是从在中国这里 达到了他们的统治巅峰 也在中国这里 开始他们的衰败 那到如今 越来越往西边走了 他们的战略空间 越来越收缩 大家发现没有 就以前所谓英国 跟昂游的 这么一个日波罗帝国 巅峰 就是到达了中国 日本是被他们 彻底给奴役了 那中国属于是 这个半职民 然后呢 从这边 一点一点一点的 退到了现在的 近东地区 都不属于他们的地盘了 只有再往后面退 而法国世界报 今天早上老病也已经公布了 他们说 未来 人人都会为了自己 而不再团结统一了 指的就是德国 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中国 领导着亚非拉 世界第三世界 国家 反对美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 它是有两块 一个是昂萨的海盗 一个是 这个可扫的 建商 他们组建了这么一个 大型公司 叫美国 也就是今天西方这个集团 比尔德伯格俱乐部 是他们的高层管理 董事会 更加邪恶的 在美国更加邪恶的是 波西米亚俱乐部 吃人 杀人 吃人漏 就干这个事情 所以这些人呢 当今在中国喊出的 这个多边格局的 这个背景之下 实际性的被削弱 他当然是很不满意的 所以呢 就是到台湾来这里来 来搓 但是你去跟台湾建议 又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任何意义 他就是来恶心你中国嘛 但是我们会不会恶心的 当然不会了 那布林肯也要来了 然后又要开始 有新的动作了 P-8A巡逻机 飞越台湾海峡 解放军东部战区 全程跟监警戒 解放军东部战区 新闻发言人 李希 4月17日表示 李涛 李涛 美国一架P-8A反潜巡逻机 17日过航台湾海峡 东部战区组织战机 对美机过航行动 跟监警戒 依法依规处置 李涛表示 美国一架P-8A反潜机 17日过航台湾海峡 并公开炒作 中欧内部解放军东部战区 组织战机于美机过航行动 跟监警戒 依法依规处置 战区部队 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 和平稳定 美国海军第7天 发表声明指 用于反潜任务的 P-8A海上巡逻机 和侦察机飞过 台湾海峡上空 声明主张 这是飞行任务 召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 所以老兵说了 马英九来中国 会有所谓的永久和平吗 当然是否定的 外部势力就是在这里干涉 台独 你看 现在看 以色列也去 跟民进党 跟国民党 去搞来搞去了 对不对 以色列也要来 来做这个外部势力 干涉的这个外部势力了 所以说中国绝对是 也会召见 以色列驻中国大使 也会在联合国 就拿两个方案去施压 因为台湾是没得跑的 是不是 以色列你也被揍了 你也就会搞这些事 然后布林肯马上要来中国 要中国来谈 谈这谈那的 有啥好谈的 对不对 来了一趟又一趟了 然后今天又召开什么 第四次中美金融公司会议了 每次搞这种动作 之前议论来中国 在南海通步军演 以为那个东西可以压制中国 没想到直接 连爹都被炸了 而不敢反应 所以这种行为就代表了 台湾这边是永远没有宁日的 那么大家要知道 马英九五窟见习近平 习近平本来是不见他的 但他五窟 那见就见一下 见了以后 其实他们在台湾 在进行干嘛 搬宝藏 什么意思 把台湾人身上的 可压榨的价值 全部给他压榨掉 能够捞多少钱 捞多少钱 要给他一个时间 你现在如果武统的话 他国民党这些人 他怎么去搬钞票 对不对 他还要大量的 还有什么虚拟货币 这那的都要搞的搬到美国去 都要换美元 都要搬美元 把美元都搬到搬回去 搬到美国 总部业已经签到美国去了 在美国也买了很多的资产 继续养了这帮人 这帮B3 所以说马英九来中国来哭 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 五哭虫 五哭虫 不就这么来的吗 我知道你要武统 但是我哭给你看 能不能稍微慢一点 让我先把菜单给处理掉 即使当时你们过来来统治 解放军来登岛了 我们的地方势力 我们这些蓝区 将来还是可以作为治理区的 这个治理成本很低的 因为我们知道 怎么去对付台湾的渔民 台湾的傻逼老百姓 我们怎么去知道 怎么去搞他们 怎么去忽悠他们 他做的是这个 所以我说习清里面 他长期在福建工作 他内心是非常厌恶台湾人的 现在也是符合武统的逻辑 让这些民进党 国民党使劲的在台湾作妖 使劲的在台湾这里搞 把台湾的老百姓搞得乌烟瘴气 搞得人心力憔悴 然后再上导 再来接收 答案就OK 就正好了 但是在这之前 其实现在去接收 他们也一样 但是习也是要让这些天天说什么 习维尼 维尼熊的这些台人 好好的被这些流氓恶棍 这两个团体 给好好的来 来来他们爆炒一下 炒一炒 使劲搞 所以台湾是什么 是个名不了身 今年四月份台湾电费又涨了 台湾电费又涨了 对不对 现在他们只是说已经动到了什么 之前你的柴米油盐账户查 你的基础生活成本 它可以给你保证 但是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 它通通给你搬空掉 现在它要动脑筋 动到你的电费 水费 网费 并套 这些方面 它要来搞你 就跟今天西方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呢 以色列跟美国 就是拿台湾 就是拿台湾这里搞事 因为纽约时报 不是这个作为这个昂游的这个喉舌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中国 对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个地方 对他的围独 毫无办法 除了口头警告 除了这个 抗议以外 派一些海 这个巡逻舰 飞飞以外 没有任何的作用 但是我说过 还有一个朝鲜 还要给你颜色呢 别着急 你以为东亚这边太平 东亚这边不太平 经常人正在叙事待发呢 所以你美国过什么P-8A 这那的 其实在我看来都没什么意义 改变不了什么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布林肯 布林肯将访问中国 你当面质疑助俄提振国防工业问题 美国宣布财政部部长叶伦和国务卿 布林肯将访问中国 美国务院指出 布林肯你直接向北京提及 中国协助俄罗斯提振国防工业 以及应对他在乌克兰战争 表达美方对此感到担忧 据罗斯则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的米勒 在当年10月6日表示 过去几个月 我们看到一些材料 从中国运往俄罗斯 俄罗斯用这些材料 重建国防工业基础 并生产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武器 想让美国对此感到非常担心 同样的 布林肯将在数周后防御中国 形成细节尚未公布 不过迷的强调 当然可以预料到 这是他应该提出的一个问题 报道指出 俄乌战争冲突以来 美国一都是警告中国 不要援助莫斯科的战争行动 上中有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 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的材料 包括无人机和飞弹技术 卫星派的影像 以及用于制造 弹道飞弹的机窗等 这些材料虽不涉及致命性支持 但依然协助俄罗斯扩充军力 以维持这两年在乌克兰的战争 美国的逻辑有点奇怪 你自己在给乌克兰提供武器 然后在这里来要求中国 不要跟俄罗斯 中国也没给俄罗斯提供什么武器 但是说什么机床 造导弹的机床都不能够提供 叽叽歪歪的 你天天要中国来答应你 你天天飞个P-8A 美国在这个地方 彰显了它的局限性 彰显它在亚太地区 处理问题的一个局限性 和一个越来越被排挤的 这种边缘的这种属性 而且叶伦也要跟着他 一起来中国了 刚刚来过又要来中国 我真的是服了 这说明他这一次 以色列被伊朗给打了 他要求中国帮助 一起来制裁伊朗 中国不跟你美国合作 可以 但制裁伊朗 制裁俄罗斯是不可能的 对吧 今天台湾 他也没办法跑 他也成为不了一个共和国 你美国也不敢在 在他那个地方 实质型的驻军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 在整个 美国 跟中国接触 老兵说了 这种接触 他既要又要 要的太多了 那就不现实 还有同样的 习近平现在可以把台湾给收了 但是要让台湾人再受一受苦 现在台湾人还不够苦 让民进党跟国民党 再让他好好的受受苦 这样会比较好 到时候接收以后 治理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好吧 这一集 关于这些事情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反正你看以色列 你看派能到台湾去指导了 是不是 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吗